这个动作很多人不敢做 手伸给我 我是老师对吗 你那个生意就给我做了 相信我没错的 妈妈就这么定了 你知道饭请别人吃了八顿 水请别人喝了很多 酒也好得好多 就是成不了焦 想干啥 想干啥 下面请看妈妈是这么说话的 儿子过来 儿子就过来了 领导说 小张就帮我倒杯水 小张就去了呀 所以你要知道 社会上生意往往是要求来的 不是求来的 下面我来讲基本原理 请给我请一下 我说求求你嫁给我好不好 真的没有你我会死的 真的我求求你嫁给我好不好吗 来姑娘们 告诉我这样的男人要不要 愿意嫁的扣9 愿意嫁的扣1 你会嫁吗 你不会呀 为什么呢 你认为他这个呀 你认为自己是这个呀 你怎么会大的 愿意不要他赚呢 应该是小多层 不要大多赚 相反你看那些霸道总裁 怎么做的 就这样的 美女挺漂亮的 很好 特别喜欢你 那就很有奇差 莫格说好吗 那握完手以后很真诚 然后说一句 挺喜欢你的 能嫁给我吗 你知道吗 这就是很多人 在销售现场发生的事情 就这样子的 一见美就敢很真诚的 给你要求 我再说一下 类型强大 真的好重要 所以呢 你要深刻的理解一下 你做生意的时候 你要动不动就这样子的 张总怎么样 方案怎么样 好吗 好 好的话这样子 张总哈 这样子 来拜托你把自签了 签完之后 我就开始把工人派过来 你可以很客气的要求 你没必要说 快点 签不签不签 我发飙了 你怎么会这样说话呢 你一定要敢去提要求